今個星期會開放視頻單位給觀眾看 然後下個星期我們很大機會都會開架 剛才都說採取這個適售策略 是否即是說第一批單位都會取得到 我們適售的策略就是 我們第一批單位我們都會用回 譬如你簡單地至少都會上載30個 但是我們價錢方面就真的會 足夠反映我們這個項目的優越性 即是不可以說是球價多於球量的策略 即是我覺得沒有一個絕對的分數 但是如果真的要說在價和量裏面 我們會球價略多於球量 因為其實它真的只有52房 亦都倒轉我 即是可以直接這樣說 就是如果同樣地 有同一幅這樣的質素地皮 我們會買 但是沒有 有些什麼項目是你們參考的具象 就是沒有 其實是沒有 因為有幾樣東西 就是你在 你享受到市中心的那種方便 但是不是假市中心 是真的 走一兩分鐘就到地鐵 然後又不是那些民生區 太子也不會叫民生區 但是又有購物商場 就是Mocal Model 其實都是一個很利益的商場 然後還叫孖站 即是商站 所以還有景 這些會是民生區的弱點 即是一些市區判的弱點 但是它對面又要有些豪宅的氣派 它剛剛是這個Johnson位 那這些的質素 其實是很難會有一些比例 即是 不是普通的市區判 我可以直接比例 我們所以唯有 就是拿一些很優質的市區判 才是真的 恰當地可以做到比例 是的 那這次定價主要考慮了些什麼因素 還有有沒有些什麼措施 或者優惠會給資助房屋的客人 或者專財等等 我們會有的 即是我們會有不同的package 出的 但是這個就等我們出價單的時候 就會一次公佈 但是補回剛才的問題 那 還有其實在這個項目 作為一個算是新的發展商 那 我們Timer Series的第一個住宅項目 那 相對地反而 其實我們放進去 在每一個細節的心思 又或者的用料手工 其實是一絲不久的 那 所以這一部分 其實 也都是 我們會 物有所值 是的 是的 有沒有機會 新春前可以買 開售 會的 會的 我們相信我們新春前是會開售的 時髮單是否說 過幾天開給公眾 是否最快要就好 最快 最快可能 我想星期四至星期六之間 即是可能星期四晚上 星期五晚上 因為都很dependent 我們 我們會先開給經紀朋友 然後 就 看情況 然後 最快的 星期四晚上 然後 最遲 就可能 真的是 才開放 是的 傳聞問有沒有其他問題 請問問 現在地價跌了 吸納土地儲備的策略會不會有些轉變 可能會不會參加多些官地 事件局那些鏡頭 暫時就未必考慮 暫時未必考慮 因為其實 官地和事件局 其實 跟我們現在公司 會 會 我們公司的專才 我們公司的專才 就未必是同一份 是的 因為你 政府地有時候 你見他說地價便宜 其實地價是便宜了 但是政府的賣地條件 其實也有很多時候 在裡面有很多的限制 是的 時間都比較長 是的 所以我們 可能 都會主力 在一些很核心市區 是的 我不會形容只是市區 而是核心市區的 重建機會 是否所有單位 都會存在3.3米以上 最高不止 最高那層特色戶 是去到4點多米 最少都3.3米以上 最少都3.3米 層與層之間的高度 所以你們此價單 會不會考慮 提到家裡的一期存在 有這樣的機會 是的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